五花斑斑 留在爱你的路 全程祖远 你怎么在那外面呀 是不是等了我很久啊 等会把东西放下来 给你找板凳做 你怎么又被那么重的东西啊 我去挖土豆了 顺便就捡了一些柴火回来烧 快放下来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啊 你先放下来好不好嘛 先放下来吧 好 陈宇哥 你今天怎么说话怪怪的呀 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阿姨 你可不可以答应陈宇哥一点事情啊 你说呀 就是你以后 能不能不要再背那么重的东西了 你看你老背这么重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的 等你以后老了 身体会出现很多毛病的 还有阿姨 你以后去街上卖东西就不要走路了 你看你每次卖东西都要走那么多山路 那么危险 以后对自己好一点 坐车去好不好 还有阿姨 你看我每次来找你 你都穿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啊 你以后别舍不得 穿新衣服好不好啊 你不是有新衣服吗 你以后 去干农活那些要 记得按时吃饭啊 不要一天就吃一两顿就好了 行不行啊 陈宇哥 你 怎么今天说话不对呀 哎 没有啊 就是 想关心你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呀 嗯 阿姨 陈宇哥 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然后回成都去忙工作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哎 哎 陈宇哥 你 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饭 哎呀 我才吃了饭的 现在才两点钟你做什么饭啊 哎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嗯 你真的要走吗 什么时候走了 嗯 明天一早 慢慢吃 嗯 陈宇哥原本是 想要多贫你一段时间的 可是 现在公司那边临时有事情 然后必须要去处理 哎 你要好好的 嗯 你想嘛 陈宇哥也不可能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你要学会自己成长 学会照顾好自己 然后 学会去面对一切 陈宇哥 你是不是 喜欢你的那个男人一起走了 哎 你别想多了 他本来就是同事嘛 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一起回去 很正常的 我知道了 很正常 那你走吧 哎 推油干嘛 你走 推油 哎 哎 哎 你看没有 最后说完两句话我就走了 哎 你以后 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任何压力了 你想爸爸妈妈了 或者是 其他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都可以给陈宇哥打电话 陈宇哥一定 竭尽 竭尽 所有的能力来帮助你的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好不好 阿姨 阿姨 陈宇哥知道你这一生不容易 从小父母就在 就不在身边 然后 又被许诺嫁给表哥 你承受了你这个 年纪不该承受的东西 但是 你看你现在 依然那么开朗 然后那么乐观 哎 你真的很棒 然后 我用手机记录了一些 你的日常 我也有很多粉丝喜欢你 这个账号 我就留给你 你以后 拍点日常更新一下 给陈宇哥看看 然后多分享一下 一些你们这边的山货 农产品给那个 喜欢你的哥哥姐姐 说说阿姨们吧 知道吧 陈宇哥 我等你很久了 你赶紧走吧 走不回你身边 以后照顾好自己和外公外婆 我先走了 你能听了 陈宇哥 你慢走 阿姨 别难过啊 笑一笑 对啊 笑起来多好看 阿姨 阿姨 以后 陈宇哥不在你身边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 我一有时间的话 我会回来找你的 如果 你有喜欢的人了 也要 第一时间 告诉陈宇哥 好不好 陈宇哥 你快走吧 你女朋友 该等级的 不是女朋友啊 我爱你是你 成一瓶如戏 寒窗孤独 离开你是你 成金棒提名 东方花竹 能不能为你再挑 一只 优优独